滿身插滿喉管 ICU昏迷多日, 險死橫生 滿肚疤痕, 中橫交錯 令人慘不忍睹 一個熱愛生命的中年婦人 變成現在半條人命 要醫療丈夫的病人 倒是由一次切除子宮手術而起 我覺得她破壞了一個家瓶 作為醫生, 應該要很小心 處理每一個病人 昨天我們報導過 患上子宮肌瘤的陳太太 被私家醫生建議她做 否覆復切除子宮手術 手術後起初一切正常 但除後腹部越來越痛 之後還陷入昏迷, 全身抽搐 她的腳是不由自主地向著床邊 是這樣, 這樣 急救後, 負責手術的私家醫生 再次幫她否覆檢查原因 終於發覺原來是腸出現破損 這個傷口有機會是她在第一次做 子宮撤除時拉扯或撞倒而導致的 雖然簽署了的手術同意書 已經清楚說明有類似風險 但為何醫生沒有即場發現呢 是否醫療失誤?還未有定論 但醫生就說 這次的補救手術 撤除了受傷發炎的長度 弄了臨時做口排便 陳太手術後將來就會醒來 誰知道, 她的情況一直沒有好轉 持續昏迷, 還要打強心針吊命 陳先生於是偽然作出重大的決定 我不再相信這個醫生或這個醫院 我就決定將她轉去公立醫院 負責手術的私家醫生 只肯提供一封手寫的轉軟信 內容只是提到陳太感染腹膜炎 以及出現過心跳停頓 不過去到公立醫院檢查後 報告再次令陳先生呈天霹靂 醫生說她的腦出血 這個情況多數是因為 心臟停頓過而引致 她跟我說她有機會醒不出 我停不出, 哭在她的床邊 醫生跟我說 你可能在她的耳邊多說點話 是, 她有機會被聽到的 我隱約聽到 我要努力學生存 不要放棄自己 陳太一直昏迷 就在轉入公立醫院的第五天 突然傳來好消息 病剛才睜開眼睛 我叫她的時候, 她會睜開眼睛 很感動 覺得好像從地獄走出來 有好人一個懷疑因為醫療失誤 變憑危病人 從私院轉到公園 做過一次又一次的手術 打算終於走出困境 怎料又再收到壞消息 有一天我在深夜收到醫院電話 她說我在引流看到一些排泄物 她說很大機會是腸 還有另一個地方破損了 她提議再開另一次 這次破損是第一次手術造成 還是上次發炎引指? 還是不知道 只是知道在陳太生日當日 再要推入手術室, 捱第三度 醫生出來跟我說 她有一個10公斤的小腸剪走了 那10公斤裡面有什麼問題? 有些地方破壞了, 所以要剪走她發炎 所以她破壞了, 所以排泄物在那個位置 剪走手術之後 她要再做另一個造口 在她的右邊, 腹部 換句話說, 她要掛了另一個排泄物 的袋在外面 就是這樣, 陳太腹部除了三次手術 留下了橫橫直的傷口之外 左右兩邊都留下臨時造口的傷疤 唯一慶幸的是, 崖冠這次手術 她們一家終於迎來曙光了 當我醒來後, 其實我知道的 原來已經是一個月後的事 很因為我覺得是奇蹟 也是公立醫院幫到她 起碼當日轉院不是一個錯的決定 住院三個月, 陳太終於可以回家了 但已經由一個活躍好痛的人 變成自主能力都大受影響的病人 精神科和言語治療, 教她吞煙 因為吞煙, 她全部都是由嬰兒開始學過 只可以少吃多餐和只可以吃軟餐 可以做到的就是去買麵包 這麼輕的東西我就可以自己負擔到做到 但超級市場, 我可能只想買盒橙汁的重量 我都拿不到要家人去幫我, 才能買到回家 腸其實恢復了之後, 其實它的遇動能力很慢 我控制不了那個能力, 何時想去廁所 突然間要去的時候, 可能我是說30秒左右 就要馬上去到廁所, 不然我就會賴 有醫生暗示過告訴我 其實我現在的腸之前 因為腹肝炎已經… 其實腸已經爛了 其實我可能未來10年 都會保持著這樣的狀態 如果不幸運, 可能會再需要做手術 我不知道怎樣面對我之後的人生 如果我之後的人生都是這樣 我不想做先生的負擔和包袱 走過重重難關 陳先生更想為太太討回公道 為什麼一次的撤除子宮手術 要令他們來回地獄, 再折返人間呢 究竟問題出在哪裡呢? 他們首先要向最初在那裡做手術的 私家醫院索取醫療報告 跟他談的時候 他一直說我們只有醫生或手術室的 他不作為一個報告 他就叫我們找一個醫生 可能他就是一個提供地方 給醫生做手術的地方 所以他覺得他不需要做這件事 醫院不提供 最初負責做手術的私家醫生 應該可以提供了吧 最初撤除子宮手術 費用大約是14萬 連同出事之後再做的 撤除受損長度手術 昏迷期間入住私院醫院 合共70多萬的醫療費用 保險公司也要有個醫療報告 知道原因之後, 才考慮賠償 不過陳先生再透過保險顧問 追問涉事的醫生 他就使出一招拖自決 他一直推就說不准 就是說沒有很正面地回應 為什麼不准 他透過律師跟我們說 他覺得沒有責任不在他的方面 除非你提供到一個醫療報告 證實他有問題 問題是, 手術是這位醫生做的 中間發生什麼事, 他最清楚 如果他不提供資料的話 陳太作為普通市民 哪裡找到專家, 找到足夠的資料 去撰寫醫療報告, 證實他有問題 他一天不說清楚 陳太七十多萬的保險金 一天都說不到 那張簽名是要寫的原因 是為什麼導致成這樣 他一直不肯寫 他就說我正在填緊, 我正在填緊 一直拖了年紀 今年六月 他們決定出律師信給這位醫生 要求他作出交代和合理賠償 不過對方堅決否認手術失誤 未有理睬 截至九月尾 保險的索償限期已經通過了 他才填上保險公司要求的醫療紀錄 說出做第二次手術的原因 是長度破損 但卻沒有說明成因 至於陳先生要求交代的醫療報告 就一直沒有下文 於是我們再陪同陳先生 打電話給這位醫生 醫生大概多久會復導 他正在看症, 不好意思 其實我可以幫到你嗎? 因為他現在照顧陳先生 所以我也要跟他說一說 他先照顧, 好嗎? 我就回到電話給你 其後, 這位醫生聯絡陳先生 依舊不承認手術出錯 除非陳先生、陳太停止對他的指控 否則之後只會經律師溝通 或者經雙方的律師安排會面 我自己覺得他這樣的做法 是有東西隱瞞的 其實他要解釋清楚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他做錯了 他應該要告訴我 他在哪裡做錯了 就不是…完全不出現, 躲起來了 是否有醫療失誤, 還要有待求證 他們現在可以做的 就是去醫務委員會投訴 和透過民事訴訟索償 但是如果涉事醫生 連醫療報告都不肯提供 又有什麼辦法呢? 病人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所寫下的病人的病歷紀錄 以及就著這些紀錄 醫生寫一份的出醫療報告 其實這個法律上是屬於病人的個人資料 就是這個個人資料 庫護CN條例所規限的 所以當病人向醫生提出要求 醫生有個法律責任 是要向病人提供的 所以在病人提出了申請之後 按照法律規定 就是40節內要提供給病人 如果醫生是沒有按照這個法律規定 去提供的話 其實病人就可以向 私人專員公署求助 私人署就會代為向醫生 要求他提供相關的資料 走過生關死劫 前途還是困難重重 陳太唯一慶幸的 就是有丈夫跟他並肩同行 我感謝他 沒有利益到我 一直這麼辛苦不照顧我 我最想還他的公道 究竟是他發生過甚麼事 我不明白是否有甚麼隱瞞了 而導致他延遲被救援 所以知道如果早點救的話 他可能現在的狀態好很多 還有我覺得 醫生欠我們一個道歉 還有你需要為自己的失誤負責 這句好 你 我 你 我 你